另外最新消息立刻来关注是中国大陆的神舟17号 在刚刚下午5点的46分成功着陆了 第一时间返回舱是呈现颠倒的状态 但是不影响 来看看里头的航天员已经出舱了 三位很年轻的航天员都很平安 身体状态也很好 他们成功的返回地球 那三个人在检查完身体的状态之后 没有问题之后就出舱了 然后立刻接受媒体的采访 透过他们的画面可以看到 他们说话的时候心情很愉悦 很开心很兴奋的感觉 气色也看起来都非常的不错 另外一个最新 中国大陆的海警不是才刚刚公布 说他们到金门的这个海域常态化 这个巡查的画面吗 跟台湾最有关系的东部战区 也公布了最新的这个讯息了 他们公布了东部战区最新 这个最接近实战化演习的这个画面了 公布了几张这个爆破的突袭的这个照片 那同时呢在这个内文中 他就写着这个是最接近实战化的演习 同时呢他们的hashtag呢还写着 时刻准备战斗 好那你看到这解放军海军 解放军呢还有这个海警呢 这一系列的动作就选在520前夕 那大陆网友直接留言就说 这些动作就是在针对台湾 但是解放军并没有这么写 他们只有写说时刻准备战斗 几个最新画面提供给你了 你不想赶紧 你不想赶紧 我尽不想赶紧 你不想赶紧 你不想赶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